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念方是钓鱼岛 对面方是紫禁城 那鱼岛这边上的是一个大逃魔王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风筝 对面方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风配合着 双魔王的一套阵路 辅助带的是一个普多山 风筝有大客 不过呢观念方女儿村这边并没有一宿 毕竟人家是一个阴镇嘛 对面后排的那个魔王是 好像是零以四的 好像是零以四的一个魔王 之前双方打过一场 被对面 估计一场比赛出了五六个无穷的 直接把鱼岛给秒崩了 这场比赛观念方这边还变了一个倾向 抗法爆的 小脸藏道 先控一下地府 主要观念方这边还是得去抢一宿 毕竟你有地府吗 黄泉之息还是要抓一抓的 把这个一宿拿回来 观念方才更好的去点上 不然人家也是个双风险 人家也是个双风险 再让人家拿到一宿 观念方这边出手 节奏会很难受的 小死王直接点魔王 对面最大的脱弱环节 可能就是这个普多山了吧 普多山一旦尸体单位多了以后 普多山的恢复能力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再加上他面对这种小死王的时候 只能是用技能去拉 化身子人家是被动吸走 宝宝了 他是用技能拉 相当于又浪费了一个人工单位的出手 当然人家玩的是双魔王的话 普多山对于法系的加成是要高于化身子的 这个方面的话 可能普多山更适配于双法系吧 但主要现在是化身子是一个主流辅助 这是最关键的 你其实咱们看那些正规比赛有很多服务器 也在尝试着使用普多山去当一个辅助 最后咱不敢说绝对 但是大多数都是输了 也有赢的但是比较少 一般正规赛咱们也都做 大家也都懂 我也是及时就给大家做出来了 很多双玩的那种双普多 辅助带个普多山 输了 先请请抱抱吧 暂时关键方这边是有优势的 你不点不行啊 那不点的话 你说这个魔王现在不稳定因素太多 他不光是一个伤害高低的问题啊 最主要的是他出无穷大这玩意儿 你说两个魔王一直秒秒秒 10回合不出 那15回合出不出 20回合出不出 只要时间够长 你让人一直秒的迟早他也得出啊 所以关键方这边还是及时的去点了一下 黄泉之息啊 再抓一下速度 对面没有一位独角 这化身四能家 他不得 看一下关键方下一波的操作目标会是谁 继续笑一下关键方的地府 这个防罗汉啊 也是个问题 双把戏 跟那套宙师加把戏差不多啊 他主要是 对于愤怒的控制 需要一个极致的 预判 哎 葡萄山 提前拉起自己的 魔王寨 米船 有没有乌秋纳 四千 伤害也是相当的高啊 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打减灰了 这过年差不多了啊 快 基本上正常上班的 我们就初七初八就上班了啊 也快了 我估计他们也快打 打减灰了 我的素材就马上就要来了 一千四的等 好高哎 大唐先加一波野兽之力 没出 冲弹 闪爆 对面两个缝隙能动 关键这边还是不好点 唯一能拿捏的啊 就是对面前排这个魔王 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就是 普多山的恢复能力差呀 他一时半会儿恢复 不上来 这么一个上线 蹄虎 保了地府的出手 小爽 观众朋友选择点后拍魔王 换了一个思路啊 造一个新的尸体单位 让普多山忙起来 一万一一六三 没死 七指儿 宝宝随便拍一拍 只要不全是扇宝就行 那观众朋友干脆不用技能了 怕扇宝 我干脆不用技能了 直接把 当然他们的宝宝不会缺 尤其是到七回合 他们不会缺蓝的 他们这些宝宝都是有高级秘私底 有些技能多的 很有可能还有高级会跟 他们不至于缺蓝 纯粹就是平A 为了破这个163 那这样对面又是一个尸体单位 回首 观众朋友再点 对面前排魔王 也就容易了 继续抓速度 要把自己的 一速女孩 稳得死死的才行 2800 倒是有的时候觉得 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小死亡挂得重 挂不重 无所谓 当然肯定挂得重是最好的 这不用说 都废话 其实挂不重也可以 只要把对面的人 点成尸体 那他不多删 就够忙一阵子 6500 这真的是不敢放人说梦 观众朋友已经这么积极的去点上了 就这样 这人的血量啊 还是比较惨的 继续 效率藏刀 观众朋友这边 一速应该已经是彻底稳下了 小死亡 再点前排魔王 没惯中 刚才我说过 也 无伤大雅 点成尸体 就算成功 哎呦 16373点 前排魔王又没 现在是两个尸体点 普多山 慢慢玩吧 哎呦 还把后排魔王又给带走了 但是 你想 他这个小死亡还在啊 对面后排魔王想站起来 普多山还得去用技能拉 他宝宝还拉不起来 这跟化成死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他想 再站起来 还得用技能 那不然你就多躺一个回合 我估计啊 队战方怎么着 也得让他多躺一个回合 哎呦 也就这一个回合 也就无所谓了 效率藏刀 再给普多山 地厅来了 哎 对面没有这么想 人家还是提前一回合 拉起了后排魔王 换了个地厅出来 看一下双方是拼地厅呢 还是 呃 都不管 对面是武装啊 人家是可以天地同兽 但是他现在有 颠倒 呃 这叫啥 清风望月的状态啊 在那儿跳舞呢 呃 也没法用技能 所以 好像可以拼一拼 一把金轻啊 队战方选择效率藏刀 都舍不得临远啊 选择用灵宝 呃 选择用了这么一个的 法宝啊 断线木 我扔了一下 也没加什么战敌啊 无所谓 瞄不动啊 先把观点方地厅 先处理掉 再说 嗯 两个东西 武装不能动 观战方只要控制一下 对面女孩撑 就可以接着点了呗 啊 破血狂攻直接压尸体了 哎 就造尸体 哎 你上线回不上去 破血也够 啊 啊 稍后那个巨剑 也可以 也可以去杀人 哎 观战方秘传CD到了 奉下武装的特技 三飘飘的个技魔 不然不轻 强行保一手 起牛尽 没有着急的把这个秘船扔出去啊 先起一把牛尽 观战方 稳了一手 啊 给大藏起了个盾 普多山可太猛了啊 还得不难不禁保队 嗯 灵动现在倒是可以刷了 你补上个灯 普多山也没事干了呀 选择水清 保一下前排魔王 防小死 点杀 但是观战方速度慢呀 没挂住 也是无伤大雅啊 只要能弄死就可以 97又一个实体点 武装也没了 99直接给秒死了 哎呦 这三个实体点普多山 怎么搞呀 而且对面后排魔王 观战方随时可以拿捏他 大藏手里有巨尖的呀 现在普多山自己都是个问题 赶紧卡大金 啊 普多山自己也是问题了啊 气质人了 小死亡 再点 靠角大藏手里有巨尖的 5600 倒地 太随意了 山豹 关战方这边现在哪怕出地厅都行了吧 啊 队战方现在都没有资格过来放地厅 空间不允许 没套中 水清还保了一下 保的是地府 小桑挂谁 挂给谁 啊 怪魔王了 巨剑 破血 也行 反正你上线回不上去嘛 那现在武装也是案板上的肉啊 你随意切 尸体 尸体 延长扔出去 地厅直接换了 对面都没有资格来防地厅了 轻轻前排的宝宝就行 战敌加烧 战敌加烧 在家 关照万象 亲宝 这武装没带防防灵是吗 武装脚底下是没有享受到罗汉的啊 好像是没享受到 还是个弓的 又带走一个 打到现在 比赛也算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帮忙点个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个赞 哎呀 弓地厅 直接写了个弓地厅啊 队长官也放弃了 这俩地厅一出就放弃了呗 那关照方这边也是换出须弥 进行一个清场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デディショー 再换一个 这只能把 逻辑 扣 无论 无论 我们 就放弃了 对 把 似乱 杀人一屁 拜拜